台風蘇拉它目前的位置是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 距離台灣大概有460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 目前的距離其實跟台灣還是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差距 不過未來的話呢 它的行進方向其實是屬於在菲律賓附近在打轉的一個情形 那在打轉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環境條件是相當的良好 也有可能倒風圈會逐漸的擴大 而且在強度上也會逐漸的增強 不過29號之後慢慢的會有往比較偏西北的分量前進 也預估在30號31號附近是離我們台灣是最接近的 也提醒大家在這兩天呢可能是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防台的準備 另外呢在第10號颱風丹瑞的部分的話 距離台灣相當的遙遠 未來也大致上是往日本的東南方海面移動 對台灣不會有什麼影響 也預估在29號之後呢 慢慢的會轉變成溫帶氣旋